12月11号 香港特区第七届区议会选举结果公布 此次区议会选举产生了176名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和88名地方选区议员 这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重塑区议会制度后首次区议会选举 第七届区议会吸纳了不同背景的爱国爱港人士参与地区工作 他们之中不仅有服务社区超过十几年的五党派人士 也有首次参选便成功当选的90后新生代 一个无党派人士能够在今次新的选举制度当中 我觉得是证明这个新的制度都是一个多元化的制度 我觉得只要区议员是肯做事有实跡有好的政綱都会得到市民的支持 本身是已经现任的区议员做了16年 能够透过今次的直选由一个小区去到一个大区都可以选到 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对于我18年来在湾仔工作的一份成绩表 其实看到很多区的市民对交通问题都很关心 我想我们来这一届议会 我想我们会着力就着去解决交通制塞 或者学车的问题我们会做多些 另外看可不可以提议有一条单车径 可以由西至东 可以给市民有一条简单的海滨单车径可以享用 这一次当选的话其实是非常开心 因为我爸爸以前也是区议员 他当了16年 现在我当选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传承 其实我自己的话是一个运动的一个专业 马鞍山这边的话发展了差不多30年 一个暖水的游泳池都没有 所以期望未来当选以后可以净快 把那个暖水的游泳池落实 马上可以启用 让我们的市民可以净快 享受到这个游泳池提醒我们的健康水平 据了解 新的区议会制度在保留地方选区议员的同时 增加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和委员议员 吸纳不同专业背景的有知之士进入区议会 律师 教师 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和妇女 青年 少数族裔的比重有所增加 他们的索提政纲 既切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 也统筹考虑香港未来的发展及需求 我是一个注册的检定的教师 今次成功当选的一个界别 我认为就是多了一部分一些 可能他有心服务社会 但是过往可能未必在地区上面 可以很完全投入地区服务的人士 但是他们无论过去社会经验 或者他们专门的一些背景认识专业 都可能对地区整个区议会 整个地区发展有帮助的人 都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区议会的服务 这方面其实保证到我们的地区服务的一个质素 和多元的意见可以集中 可以参与到在里面 我们现在是属于间选的当选 我们不可以只是为了一小撮小区来服务 我们应该是看整个西贡区的发展来着物的 例如我们西贡的交通 公路的扩阔工程 其实那个进度是比较慢的 就是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新的科技上面 可以配套到例如可能一些轻轨 去配合一下我们西贡的一个整体发展 令到我们西贡居民或者是游客 都可以更加便利地去到我们西贡这个地方 发展我们的经济旅游 香港特区第七届区议会 由委任议员 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 地方选区议员 以及当然议员组成 总数为470名 任期4年 将于2024年1月1号起履职 据了解 新一届区议会将引入区议员履职监查制度 让市民在区议员任期内 持续监查议员的表现 确保在新制度下 每名区议员竟责履职 符合市民期望 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 我希望可以帮到居民 解决到不同的事情 另外我是直选 但是还有中区 其实还有四位间选 四位委牌的区议员 我们是要大家共同努力 我们多点沟通 我们一起做好的社区 这次并肩起 爱国者治港这个名銜去参选 我们结果得回来的 我相信全部都是爱国者 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地区 令到区议会改革之后 另外完善地区治理之后 我们得出来的是 更加正面对地区的影响 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 才可以令我们香港骄傲 令国家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